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黄河牧师生活与信仰系列节目 在本期节目中我们将一起来谈谈祭祀与传统节日 基督徒可以跪拜祭祀祖先吗 可以庆祝万圣节吗 一个基督徒是否要过一种与常能完全不同的生活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走进今天的节目 下面有请黄克文牧师 黄牧师向您请教的问题 就是基督徒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特别是中国的基督徒 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讲祭司祖先要求的很高 因为我们是一个礼仪之邦 那么基督徒可不可以庆祝中国传统的中原节还有什么清明节 可不可以跪拜祭祀祖先呢 我们讲到跪拜跟祭祀 那英文呢实际上翻过来呢就是默想或是worship 对吧就是worship的意思 那我们必须要了解到就是说这个基督教它最一个中心的信仰呢 就是一个一神教 就是我们所信的呢是三位一体的神 那三位一体呢并不表示三位神 它实际上刚才我提到就是说是一位神 可是呢它有三个位格 除了这个三位一体的神之外呢 没有别的神 那在圣经里面呢 只许他的圣徒跪拜 就是worship 唯一的神 这是神的教导 所以呢 在这个旧约当这个神呢 把他启示给他的选民 以色列族的时候 就有这么一个交代 那这个交代呢 也就是这个所谓摩西十戒里面的前面三个戒 这个三个戒怎么讲呢 他说除我之外 这是神亲自向摩西讲话了 除我之外 你们不可有别的神 也不可以为自己雕刻偶像 也不可做出什么形象 那这些形象包括什么呢 天上的像是飞鸟 地底下的 还有地上的 还有水中的百物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这个世界上 很多的多神教的信仰里面呢 他们所信奉 还有跪拜祭祀的呢 都是人从手所造的 一些物所造成的 所以呢 在这个摩西的十戒里面就讲到 就是说不可以跪拜那些 也不可以侍奉他们 他说 我耶和华是你们的神 我是祭邪的 所谓祭邪的话 就是说他不希望我们被 不是真的神 被假的神 掳了去 有一个非常严肃的 就是说你恨我的 我必追讨他 自父及子 直到三世代 爱我的 守我诫命的 我必向他们发慈爱 直到千代 所以这边来讲 就是说 神对于这种跪拜跟祭祀呢 是非常严肃的事情 在这个以色列人 这个整个的记载当中呢 我们可以知道 就是说 一再的教导这个以色列人 就是说 神是独一的主 在这个生命记里面讲到 祂是独一的主 你们要尽心 尽义 尽力 尽信 爱主你们的神 这是我吩咐你们的话 你们要记在心里面 所以呢 在这种教导之下呢 我们中国人的 这个中元节的文化呢 就会造成很大的一个冲突 就很大的一个冲突 对吧 因为我们中国人呢 是在中元节的时候呢 是跪拜跟祭祀祖先的 那我们也常常知道 就是说 在一些家庭里面呢 如果说是儿女 接受了基督教 然后回到家里 父母亲还没接受的时候呢 在这种情况下呢 会造成很大的冲突 那我个人对很多 这个弟兄姐妹的 这个advice呢 就是说 我们在跟家里面 一起庆祝我们 中元节的时候 当我们要思想到 圣中追远的时候呢 我们不必跪拜 我们可以呢 纪念他们 我们可以感恩 也可以特别是 如果说父母已经不在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 那个叙述到父母在我们 在我们一生当中 所做的正面的影响 以及他的教导 他的养育都可以的 但是我们不必呢 就是跪在这个面前 黄牧师您知道啊 因为每一个民族啊 都有很多节日 您比如说我们汉族人 什么中秋节啊 重阳节啊 元宵节啊 最大的春节 维吾尔族人呢 他叫古尔邦节 它是类似于中国的春节 还有西方的 还有万圣节啊 等等就是一系列节日 那么作为一个基督徒 可不可以庆祝 这些民间的节日呢 我们先讲一下 这个万圣节的由来 这个万圣节呢 英文的这个单字叫做 这个Halloween 那也可以叫做 All Saints Day 那Halloween跟All Saints Day的 它的由来是怎么样呢 那最早的由来 实际上是一个欧洲的传统 他们是从这个Celtic 那就是今天的爱尔兰 这个地方传出来的 那在那个地方呢 有庆祝一个节日 叫做这个Semhan 那Semhan呢 实际上就是当地的人呢 用这个火 还有用这个化妆 穿着化妆的衣服呢 要把这个鬼要驱逐掉 就是驱鬼的节日 驱鬼的节日 那有点像我们中国的鬼节一样的 那大家晓得就是在欧洲呢 第八世纪的时候呢 罗马天主教呢 是整个欧洲里面最具有影响力的一个宗教 那就有这么一个教皇 叫做这个Pope Gregory三世呢 他就是说 11月1号呢 就是万圣节 因为那个 这个 这个万圣节呢 实际上是在前一天 就是10月31号 就是我刚才说讲的 这个爱尔兰这个Celtic 这个Sempire 那这两天呢 正好合在一起 正好合在一起 那所谓的All Saints呢 实际上就是已经死掉了圣人 所说要死掉的圣人 那这个 它的来源呢 Halloween的来源呢 All Saints呢 就是All Hallow的意思 Hallow的意思 就是圣的意思 所以万圣节的来源呢 是起源于这个 民间的风俗要赶鬼 还有就是罗马天主教呢 把这个 所有的圣徒的纪念呢 跟着万圣节连在一起 所来的 那经过这个几世纪的 这个演变呢 实际上呢 到了美国呢 就有这个 像是用这个南瓜 所做的灯笼啊 还有这个 用这个糖果 做这个Triple Tree啊 那这种东西呢 实际上都是慢慢的演变呢 把它变成就是说 一个社区的活动 一个社区的活动 当然在社区活动里面呢 主要的一个 主要一个这个信息呢 实际上就是死的人 对不对 就是有鬼 所以在这个时候 大家所穿的这个化妆舞会呢 都是跟鬼魔妖怪有关的 所以就说 当我们基督徒呢 在思考这个节日的时候呢 我们便思考到 神的这个诫命 就是说 除他之外 没有别的神 不管是 人所说的这个鬼 或手所造的像 或是这些 已经死去的圣徒呢 那这些呢 都不能 把真正的生命 赐给我们 就是当我们 在这个民间 庆祝节日的时候 我们当然不必这么反对 如果小孩呢 要穿这个很 Q的这个化妆的衣服呢 去拿几个糖 我觉得也是无可厚非的 但是呢 我们不可以相信 就是说 这个 万圣节里面 所说的鬼魔妖怪呢 对我们这个生活 跟生命里面呢 有任何的这个影响 跟有任何的这个能力 黄牧师您刚才已经谈到了 对待传统的节日 我们作为基督徒 也不应该刻意的 说这个节日不能参加 还是应该适应这个风俗 但同时呢 万圣节呢 因为它涉及到驱鬼 可能有一些 作为基督徒 作为风俗 或者做文化是可以 但是呢 我们也要谨慎 那么有些 非基督徒 可能就会提一个问题 就是说 那你这个 好像基督徒要求很严 那你这个 圣诞节也是节日 为什么基督徒 就要去过圣诞节呢 圣诞节有什么不同呢 在圣经里面 记载到 就是说 耶稣基督的诞生 那这个故事呢 不管是基督徒 还是非基督徒呢 圣诞呢 都是一个耳熟能详的 大家都想到 这个圣诞的 这个意义在哪个地方 那可是呢 就是在圣经里面 并没有明确的 讲到 就是说 耶稣基督的生日 是哪一天 导师讲到 非常的清楚 他是哪一天 上死之嫁 然后哪一天死 哪一天复活 当然就是 在圣经里面 有一个特殊的意义 就是让我们 要专注在 就是focus在 耶稣基督 他的死 让我们能够 跟神 再度的建立起关系 他输了我的罪 那这个 讲到这个圣诞节的由来呢 实际上就是 整个这个 自耶稣基督诞生之后呢 好几百年呢 都没有这个圣诞节的庆祝 那刚刚开始这个庆祝呢 就是在这个罗马天主教 他们所 他们所这个同意的 大概是在四百多年之后 就是西元四百多年 在这个冬天的时候 就是我们这个冬至嘛 冬至就是12月的这个太阳呢 从这个 呃 奏短 呃 夜长 变成开始呢 呃 奏长夜短 因为就是从冬至开始呢 那一天一天呢 呃 时间就长了很多 啊 所以呢 呃 这等于说是 这个是一个太阳日的意思 啊 那圣经里面也讲到 就是说 耶稣基督是公义的太阳 所以他们就把这个 太阳日跟公义的太阳呢 跟耶稣基督诞生呢 呃 全部混在一起了 啊 那就是说 啊 我们来庆祝吧 因为在冬天的时候呢 在农业社会里面呢 啊 大家一年到头是很忙啊 啊 就是除了在啊 这个冬天这段时间 没有工作的期间呢 大家都非常忙碌的 那这段空闲的时间呢 正好呢 也借这个机会 啊 能够没有农忙的时候呢 让大家都一起能够啊 欢庆啊 这个节日 所以呢 这是圣诞节的由来 那圣诞节到 最近的这个100年呢 就演变成一个 变成非常商业化的 啊 变成非常商业化的一个节日啊 在这个互相互相送礼物啊 然后交换礼物啊 还有用这个时间来这个假期的旅游啦 还有圣诞的派对啦 那我们知道就是说 就在美国这个地方啊 啊 这个所有主要的这些啊 department store啊 就是说所有这个merchandise呢 将近有三分之一的生意呢 是在圣诞节这个时候做出来的 因为大家都利用这个圣诞节的时间呢 啊 采购礼物 然后啊 送给家庭或送给朋友 对吧 所以这个来讲的话 这个圣诞节目前的这个啊 庆祝的这个由来啊 啊 今天呢 几乎在所有的这个基督教界 不管你是哪一个宗派啊 你是罗马天主教 或是说是Christian 或是Evangelical 或是各种不同的派系里面呢 不同的denomination里面呢 大家都一起庆祝了这个节日啊 那我的看法就是说 啊 这个庆祝呢 实际上啊 虽然圣经上面没有特别提到这个日子呢 那我觉得庆祝呢 啊 也是是可以的啊 我们为什么可以呢 就是说我们利用这个节日呢 啊 并不是说是狂欢啊 我们当然可以互相之间送些小礼物 但是呢 利用这个节日啊 正好大家也放假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福音呢 能够传出去啊 就是说大家庆祝的时候 总会讲啊 就是说这个节日是什么呢 是耶稣基督的诞生 那他诞生的目的是什么呢 那在这个啊 整个对话当中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福音呢 借这个假期的时候呢 传出去 所以在这个方面来看呢 我觉得是啊 有他的这个啊 有他的这个功效 而且有他的益处的地方 黄牧师啊 刚才你也谈到了 就是除了我们说的耶和华以外 不能有别的神 所以有很多朋友啊 就不太理解 就说了你基督教你说 这种爱叫我们说大爱无疆吧 就是一种非常博大的爱 要爱人如己 但是为什么爱神的问题上 你就自强调说 不能爱别的神 所以他们始终呢 就不太理解 您的解释是什么 我们讲到就说 为什么基督教不能容忍 其他的宗教啊 那非常这个直接的解答 就是说 我们如果承认 其他的宗教 也认为其他宗教的神 也是值得敬拜的神的话呢 我们呢 也同时的否定了 独一无二的 唯一的真神 如果说承认其他的信仰呢 也就表示了 我们基督教所传的这个信仰呢 不是独一的真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来讲的话 我们就没有办法站立得住 也没有办法把真的这个福音传出去 所以呢 在这个整个这个基督教的信仰 并不是说是排斥其他宗教 我们就说 我们没有办法接受其他宗教 那不像是就是别的宗教呢 总是接受其他的不同的宗教 举例来讲 就是佛教来讲的话 他没有排斥基督教 所以在这种相对的情况下呢 我们要传福音呢 是有某种程度上的困难 那最主要的就是说 我们并不是说我们排斥 而是说我们在真理上呢 能够站立得稳 如果在这个基本的真理上 没有办法站立得稳呢 我们是没有办法 把这个唯一的独一的真理 能够传出去的 所以呢 在圣经上有一句话 他怎么讲呢 他就说 基督是唯一的道路 是唯一的真理 还是唯一能够赐生命 给他的信的人的 那这个来讲的话 是没有任何宗教敢说 他是唯一的道路 唯一的真理 和唯一的让我们一个永生的盼望 所以这个claim呢 非常值得我们去深思 那我们就说 虽然呢 在这个方面上 我们非常站立得稳 可是并不意味的就说 我们不接纳其他宗教的朋友 当然我们跟他交朋友的时候呢 我们主要的目的呢 也就是说 把我们这个基督教的这个信仰呢 跟他们分享出去 那这个来讲的话 就是说我们并没有 就是说与他们拒绝来往 而是说 我们呢 在这个真理上呢 不能协调的地方呢 我们必须要站立得稳 观众朋友们 黄河牧师认为 基督教信 三位一体的神教 除了这位神以外 别无他神 所以只能拜一个神 那就是耶和华 耶稣和圣灵 基督徒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并非要特立独行 祖先可以纪念 但不必跪伴 好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也感谢黄克文博士 感谢您的观众朋友 感谢您的观众朋友 感谢您的观众朋友